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为家乡做一点什么 他找来了许多艺术家 把残破不堪的墙面彻底地改造一番 变身为艺术装置 吸引国内外的观光客专程来这里拍照 现在开放通车以后 人潮逐渐回来了 艺术的造街计划还在持续着 海安路的整座街道 看起来像是一座露天的美术馆 让人流连忘返 你好 闲来无事 最爱在自家门口散步的安妮 第一次来就深深爱上这里 感觉自由 没有车里面 没有车里面 所以我喜欢这里 如果你去主城市 主城市 每个地方有车 这里可以走 因为我最喜欢这里 你喜欢这里吗 对 你最喜欢这里吗 最喜欢台湾 海安路 今天我们制作鸡肉 所以这需要鸡肉 鸡肉 家乡在印度北边的德拉敦 安妮十年前因为工作 来到台湾 漂泊于不同城市 最后决定落脚台南海安路 卖着她最自豪的印度料理 异乡成为新故乡 每次人来到台湾 可能在三个月或六个月 他们必须要看到新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好事 这里有一个门开的逛街 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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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坐在车里面 然后逛街 所以人们很容易 找到新的地方 新的食物 华登初上 艺术品点缀 台湾路更显风情万种 说长不长 八百公尺 处处藏惊喜 得靠牛双脚来发现 坐上向船舶靠岸绑绳索的椅子 就会发出充满童趣的汽笛声响 再往前走 船帆与光影交叠起伏 像回到以前海上船只聚集的时光 走一趟海岸路 穿越了府城 四百年历史 我们特别请他在这里 做一个瀑布 是因为台南运河 是我们台南重要的发源地 那也是这个清水城市的 一个重要意象 海岸路成为台南 最热闹的不夜城 幕后推手是他 土生土长的策展人杜昭贤 可难想象二十年前 这里可是在地居民 心中的痛 长达八百多公尺 两层的地下街 变成阴暗潮湿的废墟 从天井照下来的阳光 成为唯一的光源 靠近楼梯的地方 则堆满了废弃物 1993年开始的海岸路 地下街开发计划 长达十年车子无法通行 几百户居民迁走 这里从府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变成最阴暗的角落 当时刚返国的杜昭贤 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与都发局达成共识 享用自己的艺术专业 让这条街活过来 整个海岸路它真的很破 那我就选了这几个很破的 我就一个一个去问 你那个墙能不能借我 干嘛干嘛干嘛 有一些屋主就很不开心 因为之前不是他家变得这样 他就不大爱你 他就说他要把它放到烂 知名的蓝晒图景点 就是杜昭贤找艺术家 首批改造的墙面之一 在大方异彩前 他可是被泼不少冷水 他拒绝了三次还是几次 最后一次是我去到门口 已经都约 本来都约在现场了 他就一下好 一下不要 后来他去到门口他又不要 我感觉我是小杂母 后来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其实我在这里也没有产业 也没有什么 那我说你给我这个机会 或许它也是一种改善的方式 就让我们试看看 车来远往的地下停车场 记载着过往的血泪开发史 现在连不起眼的通风塔 也成为亮点 多亏杜昭贤的一股傻劲 让许多艺术家加入他改造的行列 那时候我的朋友都说 你不要去弄那个很辛苦 而且很多问题干嘛干嘛 变成它是一个契机 他把那种很糟的变成一个特色 我说或许假如是每一个人都说 不行不行不行 那这样就没有人要做 对 你想想看我在做画了 这是一个艺术推广 就是我的基本工作 那我觉得你把艺术放到街区 你不得不看它 你就是生活在里面 原本只是实验性质 没想到一座就是20年 台湾路还成为观光客来台南 必访的景点 没有蓝赛图之前它是两侧是暗暗的 没有店家 大概两间的那种泡沫红茶店 从整个艺术品之后 你看周边的饭店有几间 不要说民宿 光是周边 像以我的店家 以我本店来讲 我的前后左右就有七间饭店 可是我也希望有一天 有朝一日 它也希望可以变成南桂坊的那种概念 海岸路成功翻转成 居民口中的骄傲 就需要集结众人的力量 我们做海岸路艺术造街 真正的主要的目的是 带动这个地方的再发展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再发展就一步一步到位 你可以看到我们像中国城 跟那个河流广场 它变成河流广场 比如说我当时就有去申请了 那个中央的一些资助 对这个运河新转 做了两条桥梁 做一些交通的改善 海岸路的商圈 周边的几个商圈 包括中正路 包括民生路 民权路 他们慢慢的这些商业活动 就活络起来了 街道上的每个人 每栋房子与每一口的气味 构成了海岸路 这幅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 不管经过几个二十年 同样历久弥新